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用玉米 苦瓜等蔬果熬煮 还加入满满一大锅的蒜头 喝起来散发自然的甘甜味 让人一口接一口都停不下来 老板娘吕云茜选用两年的小羔羊 每天一大早都要帮现窄的羊去除脂肪与软骨 所以羊肉吃起来口感更加的细致软嫩 而且没有羊腥味 因为羊肉品质好 所以就算是平日也经常是高棚满座 是彰化在地人的口袋美食名单 因为现在养生 大家的养生比较不爱吃那么咸 所以我们的食材也都还蛮简单的 因为我觉得食物的原味就好 就只要新鲜就好吃 我就觉得说我们把品质固好 然后把羊肉的品质固好 然后我们汤头也 不要说有跑掉味道太咸或是太不咸 这样子就是慢慢啊 细水藏流 就是总是有客人会看到我们的好 好 一个油漬 还有一个擦前油漬 一斤吗还是两斤 张化西州的这间羊肉炉餐厅 天气越冷 冷气越热 用餐时间一到客人纷纷闻香上门 因应蒸腾的锅里 沸腾了舌尖的欲望 比较冷的时候想到就会来 对 然后因为就觉得它的味道 不会那么油腻 它的羊肉就是有点软软QQ的 而且就是还蛮有弹性的 而且没有羊腥味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 蒜肉很嫩 很好吃 那个羊皮Q弹Q弹的 吃下去像我们的比较老人家的 吃起来都没有那个负担 吃起来很好吃 很赞 吃起来没有那种羊沙味 然后很清甜 入口即化 有别于一般的中药汤头 这里的汤头是用大谷清汤 加上大量的蒜头 以及玉米苦瓜等蔬果来熬煮 喝起来相当的清爽甘甜 因为其实像有带小孩子的 其实中药或者比较烈的 它其实不太能喝 但是这汤头小孩子 因为我们家四岁小孩子喝起来 他都觉得很好喝 这边汤头加了蒜头 我觉得喝起来蛮清甜的 而且肉感觉嚼劲也非常嫩 非常棒 一整锅的蒜头是羊肉炉的灵魂 但羊肉吃起来没有羊烧味 才有一个重要的关键 土羊有分好几种品种 我们选的是努比亚 努比亚是土羊里面 最没有味道的羊 学习如何把刚宰杀的羊分解 是吕云切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俐落的刀法去除多余的肉 留下最漂亮的部位 看起来熟练的动作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因为我们那种刀每天都要抹 蛮锋利的 而且这跟一般菜刀不一样 我们就算是专门猪刀 切肉刀 所以很锋利 学生就是划刀 什么时候划刀不知道 然后就是一个伤口 一只羊大概90公斤 才一会儿功夫 吕云茜就已经满头大汗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 我们很难把外表 看起来秀气的她 跟着粗重油腻的工作 联想在一起 因为我们家没有男生 我们家没有男生 爸爸 爸爸老了 我想说爸爸年纪大了 所以就只能自己 能自己做 我就想说自己赶他做一做 就是想说让他们多休息一下 没办法 要学 什么都要学 也是从不会到会 上次去吃饭 然后他们就 我就跟他 他们就跟我说 晚上可以出去玩吗 我说不行 我明天要杀羊 他说你要杀羊 我说不是我杀 是他来 我要处理漏 不是我杀掉他 今年三十出头的吕云茜 原本从事保险相关工作 他从来没有想过 会做餐饮这一行 但人生总是藏有许多 无限的可能 他们在我一岁的时候吧 有开过海鲜餐厅 在我这个年纪吧 就是二十几三十出头岁 所以一开始就是什么都不会 然后就是需要靠别人 靠师傅啊 靠一些就是外面的人 来帮忙支撑这间店 所以当如果那个师傅 要刁难你的时候 那你店就是开不下去 开海鲜餐厅 第一点什么都不懂 然后买所有的海鲜都是 必须要经过批发商 然后拿的价格都很高 东西又不是很新鲜 那做没多久就收掉了 因为什么都不懂 当时因为年纪轻 没有创业的经验 虽惨培收场 但生活的压力 让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 从我出生 我们家就是卖猪肉羊肉 从我爷爷他们开始 一直到现在 因为娘家就在市场摆摊 于是他们从最熟悉的食材 开始学习 加上地利之便 可以买到台湾正宗的土羊肉 于是他们决定 开一间羊肉炉餐厅 我们的羊是特别挑选过 Nubia燕公羊 它的肉质比较细嫩 不会那么的硬 尤其是那个蒜肉片 它是很薄的薄片 然后温体的 一下子汆烫就可以吃 所以对于年纪比较大的 牙齿比较不好的 我很推荐蒜肉片 因为太厚 它要煮很久 那因为我们挑这个 那个0.5公分 就是因为煮了 马上就可以再吃了 他们选用两年的小羔羊 羊肉当天现在 等客人点餐才烹煮 所以肉质吃起来 特别的新鲜扎实有咬劲 羊肉稍微煮一下 就很软很嫩 然后吃起来又不油腻 他们羊肉吃起来 特别像温体牛 就是很软 然后又没有烧味 蛮Q的 所以咬劲也还蛮不错 那个汤里面 因为他们放蒜头 所以汤喝起来还蛮甜 我刚才吃一下那个蒜头 它其实还蛮软爛的 所以喜欢蒜头的人 应该会蛮喜欢那个口感 因为以前不懂 师傅常常拿窍 现在凡事他们都亲力亲为 女儿吕云倩也决定回家帮忙 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但因为一开始没有知名度 几乎都没有客人上门 有时候一整天 都大概只有两三个吧 有时候就是整天 都没有内用的 只有外带 我就觉得说 我们把羊肉的品质顾好 然后我们汤头也 不要说又跑掉 味道太咸或是不咸这样子 就是慢慢啊 细水长流 就是总是有客人 会看到我们的好 虽然一开始生意不好 但吕云倩却没有因此气馁 还和妈妈研发 全台唯一的卤羊角 我们卤很久 卤一次大概要四个小时以上 所以要卤到它冷很软嫩 所以你只要吃的时候 你就是其实骨头跟皮 是可以分开的 卤到相当入味的羊角 胶质膏 肉口即化 可以说是美容盛品 除此之外 还有限量的炒羊佛 滋补又养生 因为量少 所以市面上很难吃得到 它其实跟腰脂差不多 如果有吃过豬腰脂的 其实跟腰脂差不多 那因为是麻油类的 所以就觉得 人家可能就觉得说 那可以补身体还不错这样 因为坚持羊肉的品质 从一天一两桌 到现在连平日都座无虚席 呂云倩说虽然很辛苦 但是很值得 你会有一点点倦怠 可是没办法 还是要坚持 把东西做好一定是辛苦的 但是我相信他辛苦有代价 那我觉得人生最快乐的是 就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 那当然他也做得很开心 用自己的步伐走出生命的节奏 吕云倩一家人相信 只要肯努力 就可以尝到甜美的果实